我采访就是奉献区的一个钩子头的时候 他这么说的 就是每当有一个就是执法任务开始进行的时候 一般就是有钩子头和执法人员 就是共同确定一个大概的范围 把这个执法车放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这样说 这个我也解释一下 现在有些人老把那个执法人员固定的地方 说叫埋伏的地方 为什么有固定地方 是因为国务院有规定 交通的执法人员不许乱上路 只能在定点的地方 所以现在好多人就说你在那埋伏 实际不是埋伏 是怕引起公路散乱 规定在固定的地方 海涛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他的一手调查的内容 就钩子出面有时候还不是一个人在站到 你比如说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个时候比较经典的就是那个人告诉我 他们在一个比如是陌生的镇上 这个镇上的话基本上因为钩趴了 就是不是熟人的话 他不敢拉的 但是这些就是钩子的话 就是从外面请过来的 就是远离这个地方的 万一就是熟人的话 肯定没法做了 不能见光的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突然几个人打进了架 这个钩子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时候边打边跑 然后可能有一个人就跑到了这个黑车司机旁边了 快 赶紧赶紧让我走 就是打的话叫鼻青脸 总就是说非常形象必真 二话不说 可能说这个黑车的话赶紧就是把他拉着走 拉着走了以后马上又追了一个 给我追着他 然后又一辆车上去了 这个还不算 可能还有就是说这种比较看热闹的人 他们就说 快追上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了 可能又一辆车上去了 这个三轮车以上的话 就可能就说 这三轮车全完了 这是一个扣扣的意思 我说两句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 可能是被海涛老师的这样一个讲述了 引到一个误区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是黑车司机是一群受害者 首先我们说他不是 他们首先是一群违法者 我们知道黑车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是更多的 否则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再消灭 我告诉大家 黑出租危害极其 出了多少事故没人赔 那么造成了多少社会稳定没人管 所以黑出租的解决 用经济方法都已经列出来了 比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比如现在出租车到底量供应 多还是少 现在批新出租 有社会稳定问题 不批有人说量不够 所以现在批和不批很难解决 能不能绕快解决 我们找的办法是 发现现在的出租汽车 它本身的运力是空使率很高 经常在路上这样兜圈 那么看了一下国外出租车的经营管理 大部分是定点 电话轿车 空使率很低 所以将来 比如说推进科技手段 用电话轿车 那么这些不方便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